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也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 但是要说什么是美军最致命的武器 军迷朋友们恐怕就莫衷于世了 不过近日美国媒体曝光了美国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武器 并称一艘就能荡聘一个国家 不是核动力航母 据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报道 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可能是美国海军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武器 目前美国海军现役有18艘俄亥俄级核潜艇 其中有4艘从2002年开始进行改装 成为携带常规制导导弹的巡航导弹核潜艇 其中14艘则携带着美国核武库中半数以上的核弹头 作为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全球海域开展行动 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之所以如此可怕 是因为每艘都可以携带24枚三叉截2第五型前射弹道导弹 该导弹是美国海基核威慑的核心力量 三叉截2射程超过11000公里 每枚导弹可在8枚分导式弹头 也就是说每枚三叉截2可以分为8枚当量10万吨或者47.5万吨的TNT核弹 分别打击8个不同的目标 简而言之就是一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 可以在一分钟内发射192枚核弹头 这个量足以摧毁24个城市 相当于一个小新国家 不过就算俄亥俄级核潜艇有多大威力 也不敢靠近一种中国军舰 那就是中国目前最先进的反潜舰 927型声纳探测船 该船为双体船型 长约90米宽约30米 排水量超过5000吨 可以搭载战略级的水声监视与探测系统 并以极低的频率对潜艇进行探测和跟踪 专门用于搜索水下不明国籍潜艇 就算是俄亥俄级核潜艇也无处遁形 从目前网络上曝光的图片上看 927型声纳探测船 外形大小都与美国海军的无瑕号 海洋监视船相似 因此也被军迷们称为中国无瑕号 说起无瑕号就不得不想起 它曾长期在我国周边海域 收集我国潜艇活动信息和其他情报 但我国海军的反潜作战能力 一直都是弱下 很是被动 不过如今 927型反潜舰的诞生 让我军的反潜作战能力 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有媒体报道 今年3月份 第二艘927型声纳探测船 已在武昌造船场下水 很快就将装备我国海军